DZ400 很一般般的一台老滑胎车 永远不叠价 到底 按赞,我告诉你 想要一台十几年的老DZ 不管车老不老 不管车状况如何 先准备个20万 你可能会觉得 只有在轨道台湾有这种现象 不过,你错了 在美国,二手DZ也一样贵 那这台车是不是很深? 啊... 实重146公斤 后轮上33匹马力 这台还是化油器的车耶 很普通的一台 越野车 那为什么这么的抢手? 先来了解一下这台车的历史 1970 80那年代 本田的XL跟XR 带来了一个空人四行程领导车的风潮 所以1982 Suzuki也确定了摇这个大市场的一口 发表了 发表了他们第一台四冲领导车 第二250 就看起来很一般 有很丑的大灯的一台车 不过 它有可调的前后避震 玩越野的人都知道 悬吊移动力重要 这台车 很多年没什么改变 1990 才有大改款 DR250 终于有了比较 现代的越野车的外观 不过那时候 没人在看250 因为Suzuki同时出了DR350 其实它的引擎是几乎一样 是气缸电大而已 所以买DR250的人 没过多久 就装了350的气缸升级 130公斤 30匹马 可调的悬吊 没什么会让你很兴奋 但也没什么会让你失望的一台便宜领导车 越野车界的Toyota 那时候DR有两个版本 5排领导版本DR350 跟道路合法 叫DR350S的版本 S是Street的意思 95年也终于出了有电发的版本 加了一个E DR350 SE 这种中等动力 比较轻 有野能力 简单耐用的车 市场需求很大 所以10年后 Suzuki又出了一台 新的平民车 DRZ400 好 走 虽然我一开始说是很普通的一台车 不过DIZ并不单纯 它其实是根据经济越野长地车RM设计的 就是我骑的那台RM 强壮的车架 全可调经济用后避震 然后前叉虽然是正常 不过它也是上下主义全可调 说实在比现在什么CIF-250L CIF-250L的悬吊好很多 引擎的部分也进化了 DRZ是水冷当钢士气门 变速箱也跟经济RM类似 所以变速齿轮跟离合器很强壮 可能没很多人知道 但DRZ是钢士游地壳哦 它的机油你猜猜看在哪里 就是在车架里面 DRZ400跟DR350一样 除了三个版本 5排比较紧绷版本DRZ400 一样5排但有7777加电发版本 DRZ400E跟道路合法但比较弱的版本 DRZ400S 这台车什么都做得到 想要玩铃铛?行 想冲大坡?动力够 想玩越野场地?悬吊挑一下就可以 想长途旅行?引擎够耐用 只是没办法再活有场地吧 铃铛铛确定这样不行 这台车 不应该有做不到的事 所以2005年出了DIC400SM版本 没错 SM94 Supermoto滑台版本 这台引擎是跟DIC400S道路合法版本一样 比较美丽 不过它的悬吊升级了 跟那年初的经济车RMZ一样 无私密力活塞的OP车 跟48mm内管副桶式油气分离倒查 如果你跟我说DIC的悬吊烂 我只能跟你说 你不会保养 我是不会调整而已 现在DIC就真的成为了一台万能车 各种领域的人都开始买这台车 然后也开始出各种领域的改装品 每一个人可以把DIC改成刚好符合自己的需求 而且它的引擎其实改一改60P也不是梦哦 如果DR350是越野车界的Toyota平民车 那DRZ就变成了越野车界的喜美 是吗? 老人、年轻人、高手、新手都能骑DRZ 使用范围超级大 DRZ当然也有缺点 第一就是重量不多说 然后5档变速箱路上常常会不够 引擎也有一些小毛病 然后原厂排气管跟空力真的太闷 引擎无法呼吸 不过也有很多改装品可以大概解决这些问题 可是老爸你说DRZ是什么都做得到 但它能不能飞高高? 问的好 可以 我刚好有一个影片给你们看 原厂DRZ400SM就是滑台版本改越野框 然后有一位是车手拿它去跑越野场地 请欣赏 请欣赏 行赏 從這影片可以看得出來 雖然第一次騎DRZ跑場地 懸吊就馬上給他了自信過彎跟被挑戰 引擎動力當然比不上競技車 不過要記得這是原廠設定 改個FCR大化油器就不一樣囉 煞車看起來還很夠用 不過因為車比較重要早一點開始煞車 這個大跳台四郎七飛 有點飛過頭 但看起來避震器200多公斤從二樓的高度 掉下來的撞擊力都吸收了也沒觸底 四車手似乎很滿意 不過這位四車手還不知道 D&C有一個很厲害的安全裝置 你知道有些車如果每收車駐 然後入檔它會自動熄火 就是不要讓你開著車駐騎走 真貼心不讓行手不小心摔車 不過防過來也一樣 你如果入檔騎車 然後不小心打開 車主也會熄火 越野路面是有一點不平 車上下晃 車主其實也會晃 那如果晃大了點 你就會瞬間失去動力 你如果有看過我做過的 非跳台教學的影片 應該知道在跳台突然 所有會發生什麼事情 如果還不知道 建議看看那影片 很有趣喔 這位四車手還不知道 這個厲害的裝置 不過沒關係 很快就會知道了 剩下我就給你們自己想像 請DRZ的各位請留意 但老闆DRZ已經停場了是不是 Nope 雖然在台灣沒有賣 在美國一直都能買得到新車喔 不過原來新車都沒有改款 都還是壞遊戲耶 所以在台灣不可能驗得過環保 那為什麼SUZUKI不出新款DRZ 美國法律跟台灣不一樣 車子不是每一年都要過新環保法律 只有車改款的時候才要符合新法律 所以SUZUKI就是不改款 反正沒有這種性能跟這種價位的其他選擇 不然就要買貴很多的KTM Hasquana之類 不然就要買性能比不上的CIF 250L 所以DRZ400還是賣得OK 而且因為車耐用不太會壞 改裝品多 所以很保值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喜歡的話幫我按讚 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分享給不懂DNIC再貴XX的朋友看 下次見